各位观众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 要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主题 那么这个题目就是 中文佛经是世界上 最真实最圆满的经典 这个过去家师敬老和尚 也曾经请教过 台大执学系的教授 方东美先生 那么就向方教授请教了 请教授我们中文的佛经 就是印度梵文经典 传到中国来翻译 翻译成中文的佛经 请教方教授 那么对这个一桩事情 翻译经典 他的看法 那么方教授毫无迟疑的就回答 他说这个 梵文经典 传到中国来翻译 翻译之后 这个中文经典 不但足以 代替原来梵文 那个经典的本意 而且 而且 更圆满 更深广 这个就是 中国文言文 那么这个 印度传到中国来的 翻译成中文经典 是比较浅显的文言文 可以说 人人都能念得懂 很容易念 不像中国古文 一些文言文 一般人读得比较不容易懂 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 也考虑到这个方面 就是要让他普及 普及化 所以大家念起来 很好念 很容易懂 你像 修摩罗什法师翻译的 佛索阿弥陀经 你看翻译一千多年了 我们现在送起来 很顺畅 还有这个 民国初年 夏连居老居士 那么他发现 汇集 《无量寿经》 五种原义本 汇集的也是天衣无缝 汇集的太好了 因为五种原义本 内容出入很大 就是证明佛当年这个经 不只讲一次 最少讲三次以上 那每一次讲这个经 那当然听众有所不同 所以一些讲法也不一样 所以内容出入就很多很大 这本经有的那本经没有 那本经有的这本没有 所以自古以来 从宋朝王农书集市开始汇集 到清朝有三次的汇教本 但是都不理想 都有瑕疵 因此读诵的人也不多 大家大部分读这个 《无量寿经》汇集本 《无量寿经》汇集本 是我们民国初年 夏老吉士发心重新汇集 他没有改动原来 翻译人的文字 他只是做汇集整理的工作 把他汇集的真的是非常完善 大家读起来顺畅 好读 好诵 好记 所以我们从这个经 这两部经来看 那其他经像《金刚经》 《地藏菩萨本念经》 很多经典 我们读起来都很顺畅 所以我们可以证明 方老师 就是方教授讲的 中文佛经不但足以代替 原来的梵文经典 而且比原来的梵文 更能够显示出 经意的圆满真实 也就是显示经文里面 所诠释的真实意 更能显示出来 那这个是赞叹到顶点了 那么最近在网络上有人说 这个一千多年来 中文佛经都是假的 都是以后的人编造的 只有巴黎文的经典才是真的佛讲的 那这种说法实在讲 也是很离谱 完全也不合乎逻辑 不但不客观 是太离谱 那当然我们 明白的人 认识中文佛经的人 一笑了之的 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 会被这种言论来误导 认为中文佛经都是假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 做个简单的说明 他这个讲法呢 也不客观 也没有逻辑性 就凭 这几句 看过巴黎文的经典 然后就否定 其他文字的经典 这个是 很不客观的 因为佛法的传播呢 他是四面八方的 不是只有传到这个 南传这些国家 所以有 现在佛教有三大系 南传佛教 北传佛教 藏传佛教 那藏传佛教代表密 那北传啊 那北传啊 就是中国 日本 韩国 越南 那么这一支是北传 大圣佛教 那么自古以来啊 这个 小圣佛法 大圣佛法 在古时候就有争议了 不是现在才有 你看天清菩萨 这个 这个 这个公案 大家 应该都听过 他哥哥 写大圣的 写小圣的 小圣他不承认大圣是佛讲的 照了五百论 五百部论 来诽谤大圣 后来明白了 忏悔要割石头 他哥哥就讲 割石头有什么用呢 你照都照了 你现在要忏悔 那怎么忏悔呢 你再照五百部论 来赞叹大圣 那就忏悔了 改过来 就是改过 忏悔就是改过 Solo 所以后来啊 称为千步论诗 这个公案 大家在网路上可以去查 很容易查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在这里不详细谈 那么主要要跟大家说明的 这个 有人在怀疑 那这个经典 我们前面都有六种成就 佛要灭度之前就有 想到这个问题 那佛弟子也提出这个问题 请问释迦牟尼佛 说佛陀啊 你的 再次讲的经教啊 我们 地址以后要做整理做结集 把它记录成文字 要流通到十方 那以后的人啊 那以后的人啊 要怎么样证明啊 这个经典是佛你亲自讲的 那这个经文 那这个经文前面要安什么 才能起信于后人 那么佛就讲了六种成就 如是我闻 一时 佛 那在什么地方 那么跟什么人 在一起 啊 就是 这个叫六种成就 啊 如是我闻 就是 阿兰啊 自己亲自闻佛所说 记录下来 那不是听人家讲的 也不是自己编的 啊 是如是我闻啊 啊 那么这个 这个有人就说啊 那后面的人也可以 他自己编了一个经典啊 加上如是我闻啊 那讲这个话也是太幼稚了 过去啊 这个佛经的翻例啊 不是个人一个人翻的 是很多人 一个翻例场啊 最少几百人 最多三千多人 唐朝五则天那个议场啊 三千多人 而且是国家在做的 政府审定的 请当代的高僧大德来审核的 真的是经典 没有错误了 才能录大藏经 那么从唐朝一直唐宋 言明清 到清朝啊 最近一次的大藏经编辑就是 乾隆大藏经 我们华藏经中协会 经老和尚提倡印一万步流通 简称龙藏 那么这个都是经过国家政府在严格的审核 检查 请当代的高僧大德啊 来鉴定 确定是真经才能录藏 所以以前录藏经 都是政府国家在做的 怎么可能自己一个人 想去编利照经典就可以录大藏经 那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 我们不要听这些谣言 那这些 听了这些谣言 那我们自己就吃亏上当了 我们一定要很客观的 来分析这种事情 不要被骗 不要上当 最好也不要去看这些 这些不正确的那种言论 那个是误己误人 诽谤三宝 谤佛 谤法 谤生 你看历代祖师 多少人依这个经修行成就的 最近一个海贤牢上 那麽依佛说阿弥陀经 念你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看他自在往生 他做正转给我们看 证实这个经没错法 那修行真的得到这个成就 这个我们再不相信 要相信那些胡说八道的 那这个就很愚痴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 中文佛经是世界上 最圆满最真实的经典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